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再见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星期的坏消息 还讲这个 中国疫情的最新数字 最新消息 就一至五 一至五的时候很多时候 是要上班的 我一周上班四天 就更开的老粉丝 都知道啊 我这个很舒服的工 一周上班四天 上班的时候呢 就经常会提前 一天晚上录好的视频 第二天公开有时候会有 这个延迟的现象 包括股票行前 会有这个数字 有时候是报昨天的 也看到我这个视频报昨天的数字 有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是假节假日 放假的时候 有时候我就比较实实一点 有时候就看到什么 录什么 看到这新闻 马上录录完公开 那我这个有的网友说 这个四天工作制 在发达国家 其实四天工作制 很多发达国家 已经在试行 或者在冰岛 我看到有些欧洲国家 他甚至在全面推行 所以并不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 说回这个病点 所以现在就是两个世界嘛 西方世界上四天班都很正常了 然后这个中国 上班六天都很常见 然后这个疫情也这样嘛 现在外面都完全是 都不用特别去在意 没什么去管 在日本的话 几乎是也没有强迫打疫苗 在有一些什么加拿大 还听说有些公务员必须打了疫苗 在日本 我好像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 2020年死人就是比较厉害 当时还比较怕的时候 是有就是医生护士要打 但是好像日本人也比较乖 当时第一第二针子很多人都打 第三针现在我看日本打到40% 打不动了 好像大家不太愿意打第三针 第四针 反正谁想打谁去打 但也好像完全没有强制过 说回这个大陆疫情吧 这个大陆疫情 今天又撞了一个超级新高 一万就在眼前了 一万例就在眼前了 你看本土病例一千五百六十五 然后本土症状是七千零九十 那加起来八千六百多 再加个一千来个 那就过万了 这个中国之前有没有试过一天感染人数过万 好像我印象当中还真没有 就是那个当初武汉封城的时候好像都没有过 好像印象中没有 一天给他报个一万 所以现在是非常厉害的 一个我们先看看上海 上海今天本土也是非常多 三百二十六 它封城就是全体核酸 所以肯定会多一点 现在还在测一半的呢 还有一半还没测呢 所以这个高位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就今天你看还这么多 三百六十多的确诊 然后无症状上海是五千五六五六 哇 那就是差不多六千 上海差不多六千 还有两天 四月一号就 浦东就解封了 就剩下明天了 明天三十一号 也就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他已经差不多要起风了 还这么多 所以这个我之前也说过就是 哎呀我不是说上海不文明 上海文明是对 但是就是在习包子的领导底下 就是 有点就是 现在就是 不三不四嘛 包括香港也是的 就是 现在这也不是大也不是 你说上海单独躺平是不可能的 因为上海单独躺平的 病例会往外溢 其他城市在清零啊 你就单独上 所以要我早说了 要转只能最高了 细胞是哪一转 你底下转不了 单独转一个上海 是不现实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 其实 很多人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讲文明 讲开放 不能一个城市来讲 要讲全部讲 一个城市开放 什么躺平 或者说哎呀 我不能用躺平 或者说我应该怎么讲呢 或者说共存 你上海 就 共存跟其他城市的清零 形成强烈的冲突 底下的就是 就是其他省市也 也搞不定 人事权在 在中央呢 也到时候 就其他省市 比如就周边的省市安徽啊 那这个安徽到时候 你出了事情 那安徽的可能会被裁掉 那安徽的肯定有意见 那么这样搞不定的 就是落不了地 不实际啊 所以这上海的情况 等于在案例 我们还有很多案例 上海其实现在配送各方面都有问题 那我们先把数字说完 吉林1150啊 你看还这么多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嗯 吉林的无症状是1032好像还多了 算起来2000多 我觉得这吉林省是不是首个完全就控制不住的地方 就是有点像那种西方国家 其实现在上海跟吉林都有那么个意思 或者是全国也这么个意思 但是就其他地方可能数字没那么多 就是那根本就是清不了零嘛 你只是把它压住 但是你经济不可能一直压的 一直压的经济就死翘翘了 这失业率太高到到时候这个社会管不住的 不行的啊 嗯 荷兰26 嗯 新面孔非常多 你看到这个山东的藻庄 泰安 这些都出来一批就是之前好像没有见过的 湖南的楼底 之前没有吧 湖南楼底 也是第一次见 广东啊 深圳珠海 哎呀珠海 我都说了 隔三差五来一个 然后有一个66例无症状去转确诊 这这些都是很不好的 你想他无症状转确诊 那一般症状不是太严重 他他都不会让你转 就如果你这个基本上往的就会会喝水都能好的那个方向去 就不会让你转的 是吧 就就让你自己好了 算了 你看这就是需要 好 你只要了那个病例尤其是重症 一个重症那顶里一万个无症状 那当然无症状大部分都不需要治疗嘛 一个重症那耗费的医疗资源护士医生那是不得了的 那兜不住的啊 出来66个症状比较严重的那那都是搞不定的 吉林我不知道 吉林这个地方本来就就不是很发达啊 而且他出来这么多病例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治疗的 他根本没有治疗 我都没法治疗也 然后无症状啊 无症状的地方就非常多了 现在我都我都懒得练了 因为太多了 说说广东吧 广东14例 深圳7例 反正我就说伟大不掉 深圳东莞 你看还是有啊 赵庆4例 赵庆出就完全爆发了 现在已经封城了 有足不出户了 赵庆就开始搞足不出户了 茂名1例 广西13例 百色9例 荷兰信仰 竹马店 周口 久不久给给你来一个啊 重庆是成都啊 这些都就久不久来一个啊 一天两天来一个 都好玩一样的啊 信息是这样啊 你看这个赵庆市 我看到他发布了这个叫做 全员核酸通告 你看这就是足不出户了 里面就是提到 要做全员核酸啊 避阴减避减 不落一人啊 这些又来了 然后非必要不流动啊 减少经营活动 居家办公啊 除了什么什么 基本运行 什么什么水电煤之外啊 其其他就 全部停业 呃 机关事业单位居家办公 就是还是搞着这么一套的东西 呃 停止非必要的流动活动 啊 这个公交 就只有公交了啊 造型就没地铁啊 公交 村村通公交 就全部暂停 呃 工业园区 封闭式管理 就这样啊 把它全部停了 长春 长春还在发这种公告啊 今天新的公告 30号 长春人民医院啊 即日起暂停 发热门诊的医疗服务 长春已经搞了一个多月了 还在做这种动作 我就觉得 哎呦 这这那 这吉林省打算搞到什么时候 哈哈 是一个地方 我就就就封个两三个月 就这样封下去 就这样写 我不知道里面究竟是怎么怎么搞 我这 我真的想不通 怎么工作 怎么生活 不知道啊 呃 看还有没有啊 狼仿式这个大家留意到了啊 这个扑杀动物啊 把动物全部扑杀 这个好完呗啊 闹着闹着玩啊 现在里面 广西南临啊 把商场封闭啊 然后全全部 叫做群众吧 啊就就排排队 嗯 上海方长医院已经不够了啊 已经很多人要隔离在家 其实隔离在家还好 那么方长医院那就完全扯 但是睡 你说睡眠还没有家里面好 你家里面起码你睡眠好一点 你去方舱意义也不大的 没有太大意思 呃 不够了还好 哎 这个去去方舱 但是他社会面就会隐患更多啊 呃 现在我你想想明天就要解封了 还有这么多病例 我不知道他怎么解封 所以很多的楼洞肯定就转为了中高风险 他这些楼洞就不解封嘛 全阴性的才解封 全阴性的没有几个 呃 这四天他也捞不完 四天他他定位不完 嗯 然后一解封又又是社区感染 然后到到补锡 补锡封闭 是吧 补锡封闭又会捞出来一大堆 所以数字就这八天里面 数字就没没没的少啊 数字还会维持高位 他能测多少不好说啊 他他有时候会低一点 因为他有时候是不是机器检修啊 机器要要维维护什么的 然后有时候也就看到少一点 他也是乱乱来的啊 然后社区的菜发不出去 哦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特斯拉也停产了 如果特斯拉都停产的话 我觉得和就当时东莞啊 深圳一样 因为又富士康也停产的话 其他工厂我觉得不可能合乎资格 那那就更 那停产的面就很广啊 那大概是这样吧 嗯 那这个疫情先说到这样啊 啊 就是 我们只能看啊 看他这一轮易 数字肯定会维持一段时间 就就上海都得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全国都在压着啊 经济不好 嗯 一放呢 这个病例又上去 因为没有实现完全的清零 实现清零本来也是个乱套的东西了 嗯 所以不知道今年的经济 真真的不知道怎么搞啊 那先说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